好 大家下午好啊 然后我们就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 这次这个分享是关于就是大规模金融级的招商银行 关于平台工程的做的一个实践 因为我们是最后一场了 可能我们会今天讲的稍微详细一点 时间可能会多点 因为这个事情本身也比较的系统 整个分享由我来自招商银行 我的名字叫徐家行 由我和曾庆国来自阿里巴巴阿里云的 给大家一起做 整个分享分成两个部分 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讲是整个我们在招商银行 怎么基于社区的这些技术 社区的这些工具链 来去结合我们企业内部的诉求 然后快速地去形成一个平台工程 这么一个工程化的这么一个产品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说 庆国会议重点说一下 怎么基于库尔威拉 因为我们这边用到了库尔威拉 作为我们的平台工程的引擎 来去快速构建自己的平台工程的实践 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目前已经工作14年了 然后工作经验比较跨界 因为我最早先我是在做通信协议 就是无线通信协议 然后后面又去做了车载 汽车 然后也参与过两辆车型的研发 后来又去做了有一次创业经验 做云存储 最后来到庄银行 贝斯在成都做一些 关于云原声音用的 以及平台工程实践 也正是因为我在不同的行业待过 所以说我对于平台工程 有一些自己的理解 首先整个分享包括四个部分 五个部分 首先我会有一个影子 说一下我对平台工程 当我看到这个技术出现了以后 我的一些想法 我的一些想法 然后以帮助大家来理解 这个做为一个对比理解 参考例子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会介绍一下当前的一个 在云原声这个领域 需要要平台工程的一个背景 然后再说一下 关于平台工程的一个101的介绍 以及重点说一下我们行内 怎么去落地平台工程的 最后的话 就是交给那个清国来做他的分享 首先的话 这是一个参考的一个对比例子 因为我说过 我在汽车行业工作过 所以说我会 当我看到平台工程 这样的技术出现了以后 这样的工程实践出现了以后 我会直觉地告诉我 这个东西它其实在汽车 或者说汽车工程 这个领域是有参考的实践的 其实我们可能了解 其实最早先开始做汽车平台化的公司 可能是大众 比较有名的可能一个平台叫MQB 后面紧接着丰田就跟进了 叫做它有一个叫做 TNGA的这么一个平台工程的这么一个系统 现在的特斯拉可能是做平台工程做最好的一个公司 那我们看一下在汽车领域 它的汽车 automotive的这么一个平台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首先的话 它这个平台的诞生 是为了去解决 有诉求就是说 怎么用更低的研发成本 制造成本 以及更低的研发周期 去推生产 或者研发出新的车型 新的车型 对吧 然后让自己的整个平台 是可以模块化的 这是来自于2021年的一个汽车 平台化的一个报告的一个研究报告 首先在汽车平台里面 模块化平台 一个平台工程是非常常见的 它的目的 其实和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一些诉求是一样的 然后它所采取的方式也是类似的 首先它去做标准化 它让它的每一个构件 每一个零部件是标准化的 同时让这些标准化的零部件更加的规约 比方说 是不是同一个车型的 待会儿我也提到 它会用同样的发动机 动力总成 发动机 变速箱 或者是底盘 类似的 不管是A级车 B级车 C级车 都是一样的 SUV也是这样 然后它通过这个标准化 然后去模块化 这有关键字模块 modules 然后最终去assembling 或者研发制造 它对应的model车型 下面这个图的话 其实整个来说 简单点 如果提炼点的话 它的整个的思路 或者整个一个设计的思路 是这么一个逻辑 首先它为它的车型建模 它为建模 它建模以后 这是一个大众的 一个MQB平台的一个方案 就是说 它会把它车型分成 不可变部分和可变部分 可变部分 就是通常所说的动力总成 就是它的发动机 底盘以及变速箱 很多车型全部共享它 你没有必要 车型不同 对吧 它可能是在娱乐多媒体 或者是其他的坐垫 空调等一系列 舒适性的东西不一样 外形不一样 对吧 其他的东西是 Core是一样的 下面不可变成是平台的一部分 对吧 然后上面可变成就是这些 它做到了关注点分离 就车型研发工程师 基于同样的平台 可以快速生产出不同的车型 所以它建了模以后 就做关注点分离 紧接着它可以按照这个模块化 去做SOP 就是标准的操作研发路径 对吧 去生产它 去建它的供应链 然后哪些厂家 按照这个模型 生产出来的东西 我可以在对应的 这个生产线里面做组装 对吧 然后 提供一套最短的标准的制造 特别是在制造环节 生产制造运用的环节 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看 就是说 我们以丰田的这个 它大概是从2015年 开始启动这个平台化战略的 它在 你看它的TNGA 这个缩写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丰田新全球架构 它其实建立一个车的模型 这模型呢 就是这么一个 这个系组细节我们不聊 但是它因为去做了这么一个 汽车领域的平台工程后 它实现了一个特别好的效果 整个以这个第二张图为例的 2015年 以及2020年这段时间 包括后面的车型 你会发现 它实现了一个很 很强大的一个收益 首先 它可以保证 它的A型车 B型车 甚至SUV 用的是同一个平台 也就是同一个生产线 可以生产出来 然后它可以去 跨品牌生产 比方说 它的SBALU 是吧 它的丰田一气的 比方说它的高端一点 雷格萨斯 可以在一条生产线上 生产出来 所以说 这个东西对它的 构建的成本 以及它的研发效率 新车型的研发效率 会提升很大 就相当于换壳嘛 不断地换壳 然后其实在做这个平台化 它并不是一个 很创新的事 它是一个 随着汽车工业的积累 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从国内来说 国外来说 都有很多厂商在跟进 其实我想说的 其实在汽车领域 这就是一个 汽车平台 就是一个 平台工程的一个实践 是比较好理解的 那回到我们的软件工程 或者是我们云院士领域呢 现在目前 我所处的一个情况 是什么情况呢 首先我们从 回顾过去20年的一个发展 我们简单说一下 首先 技术或者工具 对于开发者 所暴露的是越来越多了 对吧 技术和工具 这是 技术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特别是 2015年以后 其实也就是 云原生开始加速的时候 对吧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工具暴露的越多 也就是人的能力 也负能的越强 它需要承担的职责 也越来越多 从最早期的 可能只负的coding 或者部分的 比方说投产 对吧 但运维他基本上不管 后面到 现在是全生命周期工程师 什么都管 对吧 然后 整个技术这个世界发生很大变化 特别是2015年以后 然后应用架构 从单体到短暂的SOA化以后 然后再到 不断地分布式的微服务化以后 这个带来的 直接一句话 就是工程师需要操心的事越多 需要学的 掌握的事越多 然后 那么 对于工程师的认知负担会越越重 那么2015年以后 其实有几个比较典型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说 有些标准开始逐步地形成了 第一个就是 就是容器变成了一个标准的交付戒指 然后微服务变成了相对 来说目前比较标准的一个 云应用 业务应用的一个标准的架构实践 然后K-BUS变成了云应用的一个 资源管理的一个标准 然后IC也变成了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标准实践 然后社区也在15年以后 特别是CNCF比较蓬勃地在发展 这些东西所带来的 它会进一步加速复杂性 然后我们看一下 Dora去年发布的一个 关于DevOps的一个报告 就整个企业上云 可以看到 就是从中间疫情这一年 2020年没有发布 但是2019年到现在为止 就是说可以看第一列 没有上云的企业 已经从整整的40% 降到了10.5% 也就是大部分的企业已经上云了 而招商银行也是在 基本上同步的在三年 花了三年去整体去上云 完成了上云 然后 公有云增长的少一点 混合云和私有云增长多一点 那么对于我们招商银行来说 目前比较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在这么个大背景下 就是两个的叠加 第一 就是招商银行的私有云的规模 是比较大的 然后第二个就说 同时上了云以后 马上上云的目的是什么 上云的目的是给云上的应用去负能 马上就要启动云原生转型 那在刚才所提到的那个大背景下 其实就出现了三个风险 第一 复杂度对于开发运维人员 其实是越来越高了 然后它带来的一个两个负面作用 可能的负面作用呢 就是说 Efficiency 就是效能和系统的稳定性 有下降的风险 那么我们尝试在我们企业内部 去做了相应的梳理 就是说 以当前我们的私有云环境 我们的开发者 他需要关注越来越多的东西 我们做了一个梳理 就是说 这复杂性 很多云的复杂性 如果去没有去 面向应用开发者 做相应的抽象 以及简化的话 规约的话 它会暴露的细节很多 复杂性会进入 我们从一个应用开发的 从初始化到最终的配置 部署以及运维观测 等等一系列做完的话 不算技术语言 它至少有60个门类 我们统计了一下 有60个门类的领域知识 那么我按照我刚才的理解 我刚才所说的理解 我们其实是想 通过平台工程 在软件工程这个领域 做相应的实现 去解决复杂度 标准化 效能 还有稳定性的问题 那么简单说一下 为什么要平台 其实刚才我在讲 汽车这个例子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一定的参考性了 其实这个平台工程 如果真的能落地 真的能落地 它其实为了去解决几个问题 五个问题 第一个首先是 它是为了去减少大家的认知 特别是产品团队 就是业务团队 开发团队 降低着复杂度 第二个就是说 保证系统或者产品的可用性 以及它的韧性 第三个 当这两个东西 如果得到了缓解以后 第三个它自然 它的研发效能 交付效能就会加速 同时它还能够满足 比方说一些企业的安全合规 特别是金融企业的安全合规 可以有标准的流程 去解决这些 以后的风险 还有就是说 它能让整个成本 以及生产力 可能更加 会不会显现出来 那么对于 刚才我举的例子 是一个汽车的平台工程事件 那么在对于云远生的一个平台工程来说的话 对吧 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呢 平台工程 这叫做平台呢 因为平台在整个 在云的领域非常泛化 非常泛化 它这个平台工程还是有专业的 专业术语的意思 首先它是集成了 所有的应用开发者平台用户 所需要的需求 它是按需集成的 然后呢 它去把这些 它提供一个一致性的体验给用户 而不是说 我在一个形态里面 在不同的 用到不同的能力的时候 实际上它又是不同的体验 不同的操作路径 不同的使用方式 那等于说还是一个套娃 它不是一个套娃 然后还有就是说 它要去把外部的这些 这些按需的能力呢 管理这些能力 服务化通过 就是开发门户 或者是一些模板 或者自付API的方式 提供给用户 待会我想说一下 然后这个平台有什么特点呢 大概有六个方面的特点 如果我们再细化的话 第一就是说 它一定是平台 作为产品的方式来去运作 其实很多时候 做平台工程的时候 会做工具类的团队来说 它有一种什么 就是我做成什么样子 你就怎么用 它没有有效的 把技术设施的能力 有效的 按需的提供给应用开发者 不是按需的 它是你做着 就是将去测试用 对吧 然后还有就是说 它追求用户体验 这个用户体验 更多的是体现在一致性的 一致性上 而不是说 它有多么的 UI多么的好看 第三个就是说 它提供自服务 但自服务是有一个 Golden Pass Golden Pass就是我们所说 就是这个SOP 对吧 它做一个事 它有一个标准操作路径 反正按这个路径操作出来 这个应用就能创建出来 按这个标准路径创造出来 操作出来 这个应用就能部署出来 当问题发生的时候 按这个操作路径去操作 那就能把问题给找到 对吧 这就是操作路径 你想想 生产线上的工人 都是蓝领 其实我没有 没有任何的意思 我只是说 其实汽车作为一个 相对精密的工业品 对吧 但是在组装 它的生产线的人 实际上 它是不需要 了解它的details 也能去 很好的把它装配起来 对吧 对吧 那我认为 其实我的理解 我理解 汽车的生产过程 本质上就是应用的部署 部署过程 它也是应用的生产过程 对吧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它减轻的是复杂度 降低认知的一些障碍 还有就是 这个平台 一定不是一个shell 它是一个 不是一个壳 它是一个可扩展的 一个可插拔的 这么一个架构 对吧 可以被 随着它业务发展 不断地去聚合它 改变它 重组它 然后自动完成升级 然后安全是默认就具备的 然后这个平台 又谁建呢 由平台团队来建 平台团队 通过去把技术 这是按照 平台用户的所需 去提供给他们 那么在招装银行的 这个实践里面 重点 如果是 这个实践里面 重点就是三个字 三个关键字 一个是标准化 一个是基于标准化 做的SOP 还有就是说 建这么一个平台 它一定涉及到 和现有平台的集成 那么可能 有现行的组织架构 会影响到当前的平台 对它的影响 产生副作用 那么我们去做标准化 主要是从 首先 我刚才还是参考 刚才那种方式 我们建模 我们选取了OM 作为我们的应用模型 去对我们的应用来建模 建模建两个方面 或者建几个方面 建两个方面 首先 就我们去 用OM去提供标准的 云能力的供给模式 然后这样平台团队 就用这个方式 这个spec 去供给它的云能力 然后 主要它去供给两个方面 第一 我的应用 我把看的一个汽车 它有什么 哪些部件组成的呢 那就是由 哪些工作负载组成的 那每个工作负载 有什么样的 自动化能力呢 那就是它 除了定义工作负载 还要定义自己 工作负载 所匹配的自动化能力 然后最终去实现 这个定义 对吧 也就是三步 那么右侧是一个例子 首先 这是一个 我们的其中一个 比较典型的工作负载 就是APS Server 用于提供 REST API的 层期的访问 的后端服务的 应用的这么一种工作负载 它 我举个例子 这个工作负载 是比较常见的 然后 我除了 我要定义它的 这是我的 右侧式的 对应的定义 它是基于 KMAS Deployment的 一层 风窗 然后呢 这么一个工作负载 我定义了以后 它肯定要有 对应的能力 自动化能力 比方说它的 访问能力 比方说它的 什么时候 应该开防火墙 对吧 在银行里面 可能什么时候应该去 哪些应用应该在 哪个时间段 提供DMC访问 对吧 都是有严格要求的 这个安全policy 都可以定义在 这个OM的spec里面 就扩展出来 扩展出来 扩展出来 我就按照这个定义 去实践对应controller 这样就完成了 我的建模 第二个 我们建了哪些模型呢 目前我们 我们做这些建模的 目的是为了规约 就是说不需要 有那么多的工作负载 其实就能满足 像招招银行这样的 这样的企业 它的业务应用开发 就够了 我们定义了 十种工作负载 目前这种工作负载 应该是超过覆盖 就是满足了90%的 这种应用开发诉求 我们按照刚才的那种方式 首先我们提供 前端工作负载 就是开发人员 只需要选择 这个工作负载 不管用什么语言实现 它按照这个工作负载 就能创建出来 然后去配置它 去怎么运维它 观测它 监控它 对吧 然后web service 刚才我提的 就是API server 然后还是API网关 比较典型的 这种网关架构的 工作负载 然后task 如果是一次性的任务 或者是周性的任务 就用task 然后fass也集成进来了 就是说 有把serverless的一些能力 也通过这种方式 封装到 抽象到我们这个模型里面来 还有flink 你要做 还要做stick file 比方stick file 就是做一些静态文件 加载的 有cdn加速的 对吧 它就是静态文件 有图片 对吧 还有就是把my circle oracle给封装进来 然后women service women service 就是说 去满足这些 这些虚迹的应用 但是我们把它当作一个 内容器的方式的管理 所以说你可以看 我们的工作负载 其实是已经 已经打平了 从 从虚迹容器到fass 以及典型的一些 数据处理 还有 db 这样已经满足我们的诉求了 然后接着我们刚才说 第二步 去把对应的能力 变成相应的增加力 定义出来 然后放进去 这边包括什么呢 包括应用的创建 从生命中来说 创建有 我要配置管理 对吧 配置管理 然后我要去灰头发布 蓝绿发布 接着我运行起来以后 我要去进行弹性伸缩 然后跑起来以后 我要去观测它 对吧 观测起来以后 我要去看它当前的运行式架构 因为基于这个观测 我们是可以去分析出 它的链路 关系 指标 还有事件 还有日志 对吧 我们是可以去观测它 然后如果出了问题 我们来进行诊断 最后我们来进行 天移 然后微服务治理 我们有了这两个 一个标准化 我们就可以做SOP了 对吧 跟我们刚才的例子一样 怎么做SOP 就是用户在左侧 右侧就是 最右端就是它的应用 它只要按照 我刚才那个工作负载 那怎么去操作 就可以把这个应用 给管理起来 首先它可以去 按需的去选择 对应的工作负载 by type 对吧 然后去配置以后 它的所有的配置 都是diversion的 然后最终的话 发布上有策略的 有灰度的 有滚动的 有编排的 最终它的跑起来 Cost有弹性的 对吧 按照我们的弹性 去配就行了 就那么几种配的方式 就满足到诉求 然后最终观测起来 我们也定义了 标准的输出 标准的输出 所谓输出就是 指标 trace 还有日志 然后最终的 出了问题 它就去诊断 或者是performance tuning 然后它的安全 比方说什么时候 什么人在什么时间 能够去访问 操作某一个对象 做发布 或者做运位变更 我们的IM对吧 Security Policy 放在里面 然后最终的话 那这个平台 是个全新的平台 对吧 最终的平台 全新平台 张力银行也有很多 遗产的工具链在那 怎么能把那些工具 跑着的应用 能够不中断 无缝地 切到这个平台上来 还要做应用的纳管 要自动化纳管 也就是说 有了这么一个SOP以后 它就可以把这个 应用给管起来了 然后整体的参考架构 大概什么样子呢 是这个样子 左侧这个是CNC 就是平台工程 白皮书里面 提到的一种参考架构 这个参考架构 大概是今年四五月份发布的 但是我们这个平台 是在去年 大概十一月份 就开始 已经做beta测试了 所以说 事后来看 其实他们的参考架 是高度的相似的 首先 像上市暴露给 暴露通过GUI 或者是OpenAI 暴露给用户 平台用户团队 中间的话提供对应的文档 然后命令行 没有提供命令 API 或者是项目环境模板 给到 或者工作负载 给到对应的用户 那么底层这些平台能力 它囊括了哪些呢 囊括了 首先它要去资源管理 环境管理 对吧 它要抽象 计算存储 数据 网络 还有一些中间键表 DB之类的 然后右侧的话 有健全IM Security 然后这边有工作负载的 Config 然后还有对应的 它把CI的一部分 放进来了 对吧 然后还有对应的 代码GIT 自动化的构建 测试 发布 以及对应的这些 观测工作负载 那我们右侧也是这样的 左侧的就是工作负载 右侧是因为特性 下面通过OM作为 CubaVilla 作为它的这个 平台的引擎 下面去屏蔽掉 所有的云的能力 以及运维能力 整个体系也是这样 还有一个东西 在实践的时候 是不得不考虑的 甚至它 如果没考虑 会产生副作用的 首先就是我们也 工作那么多年 肯定也知道 如果我们在做一个产品 这产品和当前 组织的架构 是不匹配的 很有可能 这个产品会做黄掉 对吧 它可能因为 非技术的原因 做黄掉 所以说我们在 做这个产品的时候 平台化的 就考虑了这个事情 必须要去 符合科学 就是要满足 抗威定律 那么满足 抗威定律的逻辑 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我们 我们现在 所有的平台 已经变成了 所有的 所有的平台 我们根据这个产品 我们目标形态 去调整了 逻辑上调整了 某种组织架构 首先我们现在 最右侧的是 原始的组织架构 有基础设施团队 EFROS 有SRE 有Security 还有一些流程的团队 对吧 但我们要做到 这些平台以后 它这个能力 都会变成平台能力 提供给上面的用户的时候 不是以工作负载 就是以工作负载 它运维自发能力 那么我们就要去 把它调成和我们 这个希望的产品平台 相对统一的 这么一种架构 然后我们 这也有一种 比较好的工程实践 就叫做 反康威定律实践 我们现在目前团队 已经和 行内的其他团队 已经形成了 这么一种 组织结构的协作了 所以这 然后最后我们 因为这个平台 首先 我们这个平台 从最初开始 应该是在 2021年开始 做了以后 然后我们是在 去年 10月开始做 Beta内部 今年3月份开始推广 今年3月份开始推广 不到半年时间 它产生了几下收益 第一 整个应用程 应用的管理周期 从几个小时 缩短了几十个分钟 也就是应用管理旅程 再缩短 那么我们的参考对象 就是一个新手 去用我们这个平台 和对比老的平台 Rookie 是新手菜鸟 它来用这个 可以去在整个研发的 时效上缩短很多 第二个就是说 遗产工具 开始逐步按照 我们刚才所说的 反抗微定律 这种方式 来去做相应的 Reorg 这是对于 复杂度的提升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的Office Time 在下降 MTDR在下降 还有在效能上 就是说我们推广 我是觉得这个数据 对于这平台的 应用性 或者说它的意义来说 也是比较有参考意义 就是说那么多 赵人阳 那么多云的应用 跑在遗产的系统里面 我们只用了半年时间 生产环境 在基本上没有发生 应该说 基本上 就没有发生过 生产事件的情况下 直接把63%的生产应用 直接就自动化到 纳管道这个新的平台 用户直接就切到新品 他就用了 然后 而且是不到半年 不到半年 然后 这速度是非常快的 然后整体的研发覆盖 覆盖了5500个研发 就基本上 航天的大部分研发 已经开始用这个平台了 所以说它 比如平台 它建的过程中 其实也起到了一个 快速云原生转型的效果 我们在整个平台里面 形成了一个能力级 就是这个能力级 我们知道 我们的开发者知道 每种工作负载 能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有哪些工作负载 同时我们的平台团队也知道 哪些工作负载 缺少什么能力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知道 哪些工作负载 他的能力半径 我们也知道 怎么建这个产品 接下来的第二部分 就是交给清国 他来讲一下 库伯威娜 怎么去可以快速的 作为平台工程的引擎 好 谢谢大家 好 感谢加航的分享 然后招商银行一直就是 库伯威娜社区 非常重要的伙伙伴 对吧 加航本身也是 库伯威娜社区的 mentiner之一 对 然后从刚才的分享中 我们可以看到 招商能够在 这么短期的时间之内 把企业平台 从最初的搭建到目前 那么大的规模的使用 对 其实跟社区的 紧密合作是分不开的 然后就在去年的时候 我其实也统计过一个数字 就是在库伯威娜的社区里面 金融相关联的用户特别的多 其实为什么 最后我们也总结出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一类的行业的用户 在做云原生转型 其实是跨越了一个中间阶段 就是容器化 或者让我们的业务研发者 就一定要去学习大量的 云原生技术的这个阶段 转住了直接面向一个 未来的平台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所以 由于那个时间的关系 我今天的分享 主要就跟大家聊一个点 就是CubeVilla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是如何作为一个云原生 对类的建设平台的 这样的一个核心引擎 以及如何模块化的进行扩展出 丰富的面向不同企业诉求的 这样的一个平台 对吧 对 然后也简单再自我介绍一下 就是我是来自阿里云智能 然后之前多年一直在云原生领域 然后目前也是在整个平台工程 和可观测相关的方向 对 我今天的演讲的话 会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CubeVilla项目在可扩展方面 是怎么样去设计的 以及怎么样做的 然后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完整的demo视频 大概10分钟 可以看到从零怎么建设起一个 相对功能丰富的企业开发者平台 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刚才嘉隆已经提到了 核心的有一个抽象 对吧 就是OM的一个设计 对 然后这里的话 其实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在OM中是如何把我们各种各样的云原生能力 变成原子的能力 提供给上方的开发者直接选用的 对吧 其实这里就必然会有屏蔽 屏蔽什么呢 就屏蔽复杂性 在CNCF的那么多的核心能力上 我们去选择一些 特别是对于平台的构造者来说 他都需要去做选择 对吧 选择什么样的一个能力 提供给我们的开发者 以及对于开发者 他需要去学习到哪些概念 或者怎么样的一个使用方式 这就是扩展平台扩展核心的一个体系 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要去交付一个黑用包的 这样的一个制品 对于一个守护式的黑用包交付 在目前社区里面 有两个常见的使用的方案 对吧 比如Argo CD和Flag CD 他们都实现了守护式的黑用包的 一个交付过程 对 那这两个选择 我们只要直接把它交给我们的 平台使用者 那当然是复杂的 对吧 而且你要去学习它大量的相关领域知识 对 当我们就通过OAM模型去做了一层抽象以后 我们发现最前面的这样一个亚姆描述 如果把它UI化以后呢 它其实面向最终使用者的时候 它只需要感受到了几个字段就好了 就是你要去交付哪一个恰的包 什么版本 交付到哪里 对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 同理这样的事情在很多的领域里面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 在整个CMV的架构中 分为怎么几个部分 第一个步行就是它的核心的引擎 一会儿我们去demo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它的安装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个核心的一个业务服务 承担了整个的一个 在KMIS环境中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能够把OM的整个模型差异化的能力 统一地进行驱动守护和相关的交付的动作 在上面呢 就有这么几种扩展的模式 对吧 我们基于云原生社区 所以所有KMIS的相关的CRD 都是我们可利用的技术 或者利用的资源 对 那我们不是所有的业务都需要去写CRD 对吧 不是所有的能力都能去包装出一个控制器 对 所以在API的层面上呢 KubiVilla也提供了面向 所有Riskful API 直接可以拉管到 以IAC的形式来描述资源的形态 一会儿我们demo中可以看到 这样的形式能够帮助API的扩展 同理往上看一点 就是有了API的扩展还不够 我们要去做打造的是平台 所以在UI的层面上 也提供相应的框架 去帮助我们打造那个用户级别的一个用户体验 体验对 然后从右方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云原生的能力 正在产生的 已经有的 其实都可以被我们去选择 去使用 然后 但它的差异在最终平台使用车来说是完全屏蔽掉的 对 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然后呢 我就基于一个demo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个的一个 基于KobeVilla这样的项目 去搭建一个企业内部的一个应用管理平台 会是大概是什么一个过程 对 然后我会借助这个视频的播放过程中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读 在开始之前呢 其实这里会先准备了一个K8S环境 这个就我们就不过多的说了 然后这个也是社区非常成熟的方案了 对吧 OK 然后当第一个步骤就是 整个VilaCore引擎的安装 这个安装对于一个开源项目来说 当然是需要让它极度简单 对 所以对于Vila来说 一条命令可以完成整个VilaCore引擎的安装 对 然后等它安装完成以后呢 我们会发现在这个集群中会多了两个服务 对 一个服务就是刚刚提到了VilaCore的整个控制器 核心引擎 对于单个核心引擎的能够驱动的应用量是庞大的 然后当然同时它也可以横向的伸缩 完了另外一个服务呢 就是一个面向于多集群资源调度的服务 那个集群网关 能够帮助我们把底层的计算资源 各种形态的计算资源能够打通 对这些这一点我就这里就不做过多多的分享了 然后有了这个引擎以后呢 我们第二步可能需要搭建一个 Dashboard或者UI平台 对这就是一个插件了 这是我们装的第一个模块化组件 可以看到了安装命令 它安装起来以后呢 会拉起了我们整个UI的一个平台 当然这个是一个社区的一个实现 对于我们目前社区比较多的用户都是 基于这样的一个实现拿去再做一下自己的一个修改 或者再二次的扩展形成一个自己的平台 一或者说像招航这种可能就直接定义自己的UI平台了 好有了这样一个框架以后呢 就是基于刚才的整个核心引擎 以及安装了第一个插件 就是我们的整个Dashboard 就有了一个最基础的框 对吧 这个基础框目前已经具备了交付一些基础的工作负载的能力 对就比如说K8S的基础工作负载 那在这个时候肯定还得学习一个容器的知识 但我们大多数公司可能就是交付一些加碼应用 交付前端应用 就跟刚才招航提到的一些工作负载为一 所以那我们可能第一步我们来对它进行扩展 我们这时候我们需要交付的是加碼应用 对于开发者来说 他可能只会感知几个概念 我有一个架包或者挖包 我需要去设置GVM的参数 我需要去设置一下GDK版本 就够了 他可能不需要去感知镜像 导卡镜像 感知环境变量 感知各种各样的启动命令 等等这些参数的概念 不需要 他只需要去提供对应的架包挖包 以及GVM参数 就可以把这个应用部署起来 对 所以当刚才的整个部署 它就是在执行相应的工作流 这是一个最基础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样一个组件的配置的一个参数 就是GDK版本 然后副本数和对应的挖包的地址 这种可以结合的CIA平台 就可以自动地把相关的制品 对吧 打过来 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部署 就没有过多其他的参数了 当然也可以设置一些高级的参数 这就是自定义了第一个 自定义的工作负载 能够部署Java的应用 概念是非常简单的 但同理它的整个管理过程 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可以以相同的形式进行管控 能够看到它对应的资源状态 这个对于去做观测和debug的同时 就非常的关键了 同时可以提炼它的一些工作的副本 对吧 直接查看它一些副本的信息 这就是从观测的维度来查询 对 对 然后 这样的一个拓谱 其实里面可以看到整个 这里部署了一个微服务 整个微服务的一些相关的资源 但这些资源在用户及创业应用 和部署应用的时候 它是无资感知的 对 然后这里也可以通过提供了一个命令 去访问这样的一个应用 当然这其实就是一个本地的玩法 然后同理 当然你是在服务器环境 或者正式的环境的话 可以配置相应的域名 对 对 这样的一个应用就部署完成了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步骤 对吧 我们部署完一个Java的应用 可能这时候需要部署一个前端的应用 前端应用的特点是什么 我需要只是一个 JS打包完的一个踏包 对吧 这样的一个服务 我需要把它用中间键拉起来 那对于前端的开发者来说 他可能就只知道 我打包好了一个包 给你了 我怎么部署 其他的服务端领域 这次我就没了 对 所以对于一个前端应用 我们给开发者暴露的配置的参数 就可能只有踏包的地址 对吧 然后一些是否要进行压缩 是否要进行访问日志的开启 等等这样的一些可视化参数 这里的整个配置表单 都是基于背后的参数动态生成的 对 然后也可以有些高级的策略 就是设置一下一些进程数 和一些其他的变量等等 对 这就是一个前端应用的部署 同理啊 这样的一个应用 刨起来以后呢 它 这也是比较简单 工作流只有一个步骤 把它拉起来 副本可以看到 对 刚才的Java应用的工作负载 和现在前端应用的工作负载 在管理流程上是完全一致的 对 这也是从开发者体验上来 保持它的一致性 对 同时把它刨起来以后 我们要去访问它 也同理跟刚才的 Java应用和前端应用是类似的 可以通过相关的 当本地的模式的话 直接Pull Forward 把端口端印射出来 就可以去 直接访问到这样一个 前端的一个计算器的一个应用 对 其实扩展工作负载 就跟刚才招航提到了一样 就可以通 我们都是通过配置的方式 不需要写相关的编译代码 都是Q这样一个语言 这个我就不多想述了 对 然后大家可以去关注相应的文档 然后有了部署这些应用以后 下一步怎么办 我们要可观测性 对 所以 那我们就去搭建相应的 可观测性系统设施 这里就有一系列的插件 去提供相关的能力 每一个插件的安装 都提供了对应的能力 比如第一个 我安装了插件是Flexity 对吧 它同时提供了 就是GateOps的能力 安装HomeBall的能力 这些能力就会被应用到 下一次的其他应用的部署过程中 它的管理模式 完全都是一致的 平台化 对 然后对于Flexity这个应用 可以看到 它部署了大量的资源 以及相应的模块化 对于同一个应用来说 它就是一个业务单元 这个业务单元里面 可能会有多个业务组件 去做相应的 完成相应的事情 对吧 然后这里都会统一的去 把它的相应的工作负载的副本 抓出来 可以去做观测 对 这个的背后 它是一个黑暗包的部署 刚才的两个前端应用 和Java应用 它就背后就不是黑暗包 对 但这些的差异 对于开发者来说 不需要关注的 对 然后第二个安装的插件 是提供了REST4 API的面向资源的包装 比如说我们已有的能力 比如说 我们要像果然发达里面 去创建一个大盘 这种就是一个 调用REST4的 接口的这样一个事情 会包装成我们的一个 工作负载 或者包装成我们 TRAIT的能力 这个能力会被后面的 相关的插件中 直接就会用到 对 我们可以看到 当前部署了一个 提供客观测的 存储的一个插件 对吧 这个一个插件 它也有N个副本 同时这里就有工作流 有更多的事情了 因为要控制它 不同组件部署的顺序 以及要去安装一些 其他相关联的形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有工作流 再去控制它整个流程 来完成相应的交付 对 所以不同的工作负载 不同的能力 它的交付上 使用上是不一样的 然后工作流 可以去做这样 流程式的一个控制 对 这就是完成了一个 可观测 就是插件的一个 存储测的一个 服务的部署 对吧 然后这样的一个就是 它作为一个系统的应用 系统级别的应用 为这个平台提供 可观测的能力 可观测数据存储的能力 然后以及会自动化的 把相应的数据源 进行向平台注册 对 然后我们一会儿去安装 一个Granfala的插件的时候 它相应的大盘数据源 就已经自动化的 可以完成配置 从这里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 Promichus的规范的一个服务 就已经注册了 完成了 对 然后下面我们会 去部署这样一个插件 因为我们要去抓 K8S集群的指标源数据 对 所以就部署了这样的一个 社区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呢 它其实也是一个 最基础的一个部署的模式 但是它有一个特殊的点 就是配置了一个 Trait 这个Trait就是由刚才 安装的Add-on提供的 在这里可以配置 它的指标采集的相关的信息 这种指标采集的配置 一旦配置完成的话 这个组件提供的Metric信息 就被刚才安装的 可观测系统所自动化采集 最后呢 拉起一个Granfada的 一个可视化面板 在这可视化面板 拉起来以后呢 它同时会创建大量的 已经类置在里面的大盘 这些都是由这个Add-on描述的 也就是使用到了 刚才所扩展出来的能力 就是API的自动化调用 那些大盘 以及数据源自动化注册 以及相关的配置的交换 对 都是由前面的Add-on提供的能力 后面的Add-on会直接使用到 最后把 可以看到这个工作流 它就会先把Granfada部署出来 然后去注册对应的数据源 注册对应的大盘 对 然后 完了把这个Granfada的服务 也注册到整个平台系统中 完成整个平台能力的一个扩展 最后我们可以来访问一下 这个Granfada大盘 是否可以看到 整个数据就已经进去了 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Granfada大盘里面 已经会有一些默认的盘 就是由刚才Granfada的应用里面 类似去交付了整个大盘的形态 这些大盘也是一个工作负载 对 所以 都是由刚才的所说的插件 提供的那样的能力 当然数据也就 刚才已经安装的插件 就完成了采集 对 所以这里就提供了相关的 提供了一些默认的大盘 所以这些能力的演示 其实在不同的业务系统中 都是类似的 都可以直接去复用 对 同时也 在这里面也可以明确地 观测到一些应用的 一些大盘等等 对 然后这样的一个演示过程 所给大家想体现的一个点 就是 基于一个非常小的微类盒 我们基于一个 add-on的扩展生态的一个体系 它都是标准化的模块 就跟刚才所提到造车一样 我们每一个功能 每一个能力 都是在整个平台化的 一个里面的一个小体 小块 我们需要它的时候 把它完成这样的一个扩展 这是平台团队可以去做的 当然它是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定义自己的工作负载 定义自己的一些 trade的能力 等等 整个集成在 这样的一个门户平台中 这个门户平台的里面的每一块 其实都可以通过JS的 就是add-on 就是整个add-on生态里面 可以如何包含前端扩展 可以直接加载对应的JS 提供相应的交互界面 对 所以整体的扩展能力 是非常的强的 对 这也是CubiVera 作为平台工程 这样的一个引擎的 这样的一个定位的一个存在 所给大家带来的 这些基础的这些能力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刚才扩展出来的 几个工作负载 在这里都显示出来了 以及JS的wap 以及这个工作负载 一旦扩展 背后就对应的 我们交互式的表单 怎么去生成的 对 就在这里有一个 简单的一个展示 对 好 这个视频就结束了 所以 好 没有 对 所以今天就花这样的一个 短暂的时间 给大家做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demo视频的一个展示 其实 大家今天晚上回去 可能花个半小时 就可以去复刻 我刚才所说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就是因为整个的一个扩展 标准化 模块化 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好 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感谢 谢谢 谢谢大家